大家好 又是今期流行的時間 我是戴鴻暉 可伯和申賀太幾個月前成為新聞人物之後 話題就不斷 除了他們的新聞 被不停有很多人炒作 劉定堅又走出來開Live幫他之外 他自己也都在Youtube成為了所謂的網紅 Youtuber在網上 經常開Live和大家做直播說他的事 一哭二鬧 有時搬上可伯一起做直播 有時是罵黑粉 罵他老公等等 新聞不斷 話題不斷 這件事說幾個月都說不完 甚至乎連人稱女俠的大律師 雍正正都罵了一份 之前試過罵他 他就質疑雍律師他的律師牌 之後雍正正都在直播回應 事隔幾個月之後 在昨晚的直播 終於有核彈級的爆料 發生什麼事呢? 之前曾經被何太質疑他律師資格的雍正正 曾經表示 對付沒有文化的人 不單止不溫不火地回應 禁清之為下重不可遇兵 預告準備法律師信和他迎戰 其實都是一個說說 是不是真的行動就不知道 昨晚雍女俠開直播 突然間來個震撼彈 直播期間見到他抱著一隻大河馬公仔 就疑似爆料 就說要幫一名大陸的已婚農民男子 何志華 即是俗稱華哥 找他妻子的下落 他就指華哥是1980年9月出生 華嫂就是同年的6月出生 即是今年44歲 他口中所說的華嫂就是楊光出生 就說幫何志華找老婆 你知這輪很多何家親戚 找華哥就找華嫂 他就說老婆在楊光市楊西縣 2018年華嫂拿著雙程證 多次往返香港 兩夫妻關係不差 直至2019年華哥開始覺得她有點古怪 雖然華嫂就生不了嬰兒 但沒有影響夫妻感情 他就說老婆連內地的居住戶口都轉了 他就不在楊光 就去了站江村的甘露 說他搬了地址也沒有出聲 雍正正也轉述華哥說 話嫂因為想生兒子 曾經回過內地看生殖科 又找過雍律師 希望勸他老婆戒賭 原來華哥曾經在2019年指出 說他當年老婆在站江難倒 被行政拘留 令華哥非常傷心 在找楊光妻子的事件中 重點在於華哥說 至今仍然還沒有和華嫂離婚 正規文件上兩個人還是夫妻關係 雍正正說從一些渠道知道華嫂在香港結婚 理論上沒有取消內地戶口 分分鐘就會犯上重婚罪 即是說他在內地這個城市 去了另一個城市 那個戶口保母了 另一個戶口還在 但如果他去香港結婚的時間 國內那個婚姻沒有取消的時間 來到香港再結婚的時候 就有機會患上這個重婚罪 大家都知道 在香港如果你要結婚的時間 你要宣佈自己是甚麼狀況 通常一般人未結婚的 就當然是單身 就算你有結婚也好 你在結婚的紙上也要寫著自己是離婚 才可以再結婚 到底這個華嫂在香港 和她現在的老公結婚 是用甚麼身份呢 就沒有人知道 不過雍律師就特別透露 如果你沒有取消 有機會香港就會患上這個重婚罪 雍正正也說 根據華哥所說 他們仍然都是夫妻的關係 華嫂看醫生 就仍然用大陸的身份證 他也質疑 你不是應該取消了甚麼內地的會籍 在香港結婚 那你怎樣結婚呢 結了一次還是兩次呢 人家說你有個兒子很大 十幾歲 我覺得不太相似 華哥現在拿了暫住證 就在福田打工 不少網民也質疑華嫂的兒子 是不是他的親生兒子 雍律師在直播中 也向華嫂提出種種疑問 他就說 有些奇怪 有人說 我知道你在香港結婚 那你大陸的老公怎樣 是不是未離婚 還是來了 真是幸運 你有個朋友跟你同名同姓 那些人還因為這樣 就找錯他跟你一樣名的朋友 他的朋友在七一年出生 在內地做成醫 跟你老公一樣 那麼多年來都沒有出過國 過去不少熱身人士 都為他取得某人的罪證 可惜去到陽光 找他尋找他鄉的故事 亦都發現有人 疑似用了朋友的名字 四處賺食 而這個雍律師更加提到 昔日一宗使用假身份證的案件 作為例子 他就說 曾經有個被告 說自己有不同的名字 上到法庭的時候 就經過法官的邏輸思維 輕易把這個謊言撕破 有人在庭上說自己有很多不同的名字 法官就說 就算你用不同的名字 也不可能一個人擁有不同的出生日期 有些人可能用完這個身份 就用另一個身份 就說自己有很多個名字 法官就說 就算你用不同的名字 也不可能一個人擁有不同的出生日期 這張出生日期 那張身份證是另一個出生日期 而當時的被告也狡辯 就說這個可能是舊的生日和新的生日的分別 但是法官就反駁了 都不可能七一年出生一次 八零年又出生一次 即是你日期可以生舊力 年份不會的 你不會這個時候 今年又出生一次 幾年後又一次 用這個例子 就識破了有些人 曾經在法庭上使用過不同的身份 去騙人 亦都用了別人的身份等等 其實就不可能 就可以蒙運過關 雍正一多提醒 已經觸犯了法例的華嫂 就說 華嫂很慎重地跟你說 身份證和雙情證的號碼是不會變的 只要寫信 問一下入境處和婚姻註冊處 很容易檢查到 希望你要搞清楚手續 如果你覺得和華哥沒有感情 那你也奶念華哥找得你這麼辛苦 不要搞到這樣 華哥跟你朋友沒有出國 但是你又見得細面多 身為大志 又說將來可以賺到幾十億 現在不要叫楊剛華嫂 人家是站江華嫂 雖然 雍正正在整個直播裡 都沒有指名道姓 那個華嫂其實等於誰 不過其實華嫂是誰 應該都夫之欲出 之前他們都暗示了這麼多東西 而手抱著一隻河馬的公仔 去做這個直播 那肯定有原因 聰明的是你們 應該都感覺到 亦都猜到 很容易知道 雍正正雍律師在說這個華嫂 其實就是在說誰 到最後的時間 雍正正也教華嫂 如何做一個直播有內容的Youtuber 他說 教你做Youtuber 其實你可以分享一下 你給行政拘留的經歷 例如有什麼食 有什麼玩 有什麼學 可以跟我們分享一下 好過現在做這樣的直播 曾經給人行政拘留的華嫂 你可以拍Youtube 講一下你的經歷 都可以 對不對 翁律師也邊看直播邊留言 就說 這次真是邪不能勝正 走得正 站得正 看到網民的嘴巴笑到他耳邊 他就說 這次的爆料 公開為華哥尋妻 原因是看到一班熱心人士 好像偵探一樣 詳細要查出某一個人 他們很不喜歡這個人的罪行 故此他就不妨幫一把 他就說 這段時間很多人在做大偵探 打機過板 都需要武器 既然以武器 我給你 不過就要戴定頭盔 始終不知道對方會用什麼武器還擊 我就可能因為這樣受到攻擊 到時有義氣 幫手擋兩東西 即是都預料對方會出招還擊 其實早前有人直播的時候 風騷唱著電影監獄風雲的主題曲 友誼之光 可能叫做多行不易必自弊 冥冥中自行有預告 是不是當時做直播也預料自己的將來會是這樣呢 經過翁律師這樣爆料 很多人就說這個故事裡的華嫂就麻煩了 如果香港真的疑似是大家經常說的某人的時間 這樣還夠不夠做直播 又看看吧 翁律師做完直播之後 這位的華嫂還會不會像之前那樣 不停在香港開直播 當然我們都戴頭盔 翁律師自己都沒有說這個華嫂是誰 我們都不直接去說 不過聰明的你就一定是猜到的了 至於聽完我做這集節目的朋友 對於今次這件事有什麼意見 歡迎留言說下你的看法 今集就跟大家講到這裡 記得訂閱合家歡頻道 我們下集再見